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持继是三十年前我就当会员 可是中的那个阴暗一直都没有发芽 就在2006年 我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 看到大爱台上人说 他就觉得是来不及来不及 那我就觉得我比上人多三岁 那我就更来不及了 到了2007年碰到一位师姐 她就说我们现在在人间菩萨大召声 问我要不要进来 那我说好啊 我就 姻缘就 缘就扶上来了 我就很高兴就这样做进来了 有时间就多参与读书会 还有手语 我是喜欢手语了 可能是年纪大了一点吧 比较迟钝一点 可是我会很认真地学 因为我很喜欢当志工 我把熊华厢跟做导克这一件事 当做是在做志工 而且我家又住在那个峰会附近 这是我的福宝 经过熊华厢以后 我觉得要更柔和一点 碰到认识不认识的人 我都会跟他们打个招呼 就到身早或者是好这样子 那大家都很欢喜的 就接个好员了 我觉得我的身体 比以前更健康了 我希望呢 在持续的菩萨道上 能够很平顺的 长长久久的坐下去 好久了 好久了 好久了